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敦促俄罗斯把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 对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袭击 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相互指责 美国政府警告 俄罗斯任何试图从乌克兰转移能源的企图都不可接受 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25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 拜登对过去六个月乌克兰捍卫国家主权的行动表示称赞 并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就在24号美国还宣布向乌克兰额外提供30亿美元的防御支持 拜登与泽连斯基共同呼吁俄罗斯 把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 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电站 当地媒体报道称 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系统在25号发生跳闸 导致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地区大范围停电 俄罗斯方面指责乌克兰对核电站发动大规模炮击 乌克兰则指控俄罗斯军队的行动导致当地发生火灾以及停电 对此美国国务院25号表示 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核电站辐射水平异常 拜登政府还对俄罗斯发出警告 敦促罗斯不要企图把乌克兰核电站的能源 输送给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国务卿詹金斯表示 俄罗斯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应该对其安全负责 目前俄罗斯的行动造成了发生核事故的严重风险 这不仅威胁到乌克兰人 还会波及到邻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25号提交了经过删减的海湖庄园搜查令宣示书 佛州的联邦法官当天是立即下令 在本周五中午前公布经过删减的宣示书 让外界了解联邦调查局突袭海湖庄园的理由 美国司法部25号向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法官莱因哈特 提交了经过删减的海湖庄园搜查令宣示书 法官在当天下午立即下令 要在26号中午前对公众公布宣示书内容 莱因哈特表示 美国司法部已经承担了应有的责任 拿出了令人幸福的理由不公布宣示书的全部内容 在8月初莱因哈特正是因为这份宣示书中阐述的内容 批准了FBI对海湖庄园的搜查令 宣示书中调查人员向法官阐明了他们认为 特朗普可能犯罪的原因 以及海湖庄园内存有犯罪证据 美国司法部律师称 宣示书中含有大量关于大陪审团的信息 以及司法部在进行调查时获取的信息来源和方法 为了保护证人 司法部不愿意公开全部内容 而特朗普团队则敦促法官同意他们查看宣示书全文 莱因哈特近日表示 司法部尚未说服他继续让整个宣示书保密 他也不同意司法部的辩解称 如果做出大量删减 公布宣示书将毫无意义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联邦检察官菲什维克指出 一旦涉及搜查前美国总统的住宅 司法部必须保持透明度 迅速披露所有的细节 否则外界将对司法部的行动产生怀疑 但也有法律专家担心 大量删减的文件只会添加更大的混乱 并帮助特朗普团队加大对美国司法部调查的指控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房地产网站的最新报告显示 7月份全美租金中位数达到每月1879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3% 连续第17个月创下历史新高 网站reuter.com的数据显示 7月份各类房型的中位数租金 同比上涨了两位数 但兼公寓的中位数月租金上涨了14.3%至1555美元 一宿公寓则上涨了12.2% 达到1745美元 两序公寓上涨了11.7% 达到2103美元 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租金涨幅最大 报告还显示 新冠72%的房东表示 计划在未来一年内提高租金 但第二季度的租金与上一季度相比保持稳定 分析师认为和租房者一样 房东也面临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 美国苹果公司将会在下月初举行发布会 时间比往年提早了一个星期 苹果公司宣布会在下月7号举行发布会 这是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 苹果的首个线下活动 虽然公司一如既往没有公布发布会的详情 但外界预料将会有新款的手机推出 按照以往的经验 新手机会在发布会后一个半星期发售 分析师认为提早发布会 有助提升财政季度的业绩 路透社早前报道至苹果公司 曾经向手机供应商表示 新手机的销量会比之前的产品好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23D的短消息 台湾25号新增26967例新冠肺炎本土个案 308例境外输入37人染疫离世 疫情中心表示 确诊数与上周四相比上升16.8% 奥密克戎变异株BA5疫情逐步扩大 疫情中心预估疫情高峰可能出现在9月中下旬 而重复感染将是新一波疫情的趋势 据统计台湾约有5000多例重复感染个案 其中2500多例是7月之后通报 占今年以来本土确诊数500万例的万分之五 随着疫情攀升重复感染人数也将持续增加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四是收高科技股领涨 三大指数领涨第二日 海外经济体传来的一些好消息 令股指得到提振 市场持续关注本周全球央行年会 等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五的讲话 也了解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的最新立场 我们来看星期四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四早时 开盘就是跳高开出 全天都市震荡走高 收盘时也是上升作收 投资人在星期四 当然是等待星期五 联盟手机机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也就是投资人推测 他在讲话当中 是不是从未进一步透露 联储的政策倾向 9月份是提息75个基本点 还是50个基本点 当然市场看法不一 不过投资人也是借机则有进场 所以今年行业类股和个股表现 都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两类行业类股当中 标准PRO590当中 表现比较好的 是有原材 电讯以及金融行业 而稍微受到投资人 获利回头抛压的 有民生与公用型类股 另外在星期四公布的经济数据 就是第二季度的 国内生产总值向上修正 因为在第一次公布的时候 是否萎缩了0.9% 实际上公布之后 修正是为0.4% 同时物价采购指数 则是增幅比原来公布的为高 原来是8.2% 实际上真正的增幅是8.4% 所以就是显示 物价上升压力还持续增长 另外美国银行的对消费者 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的行星指数 也显示66%的民众 还是认为美国的通胀 会延续到2023年 而其中38%的民众认为 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 那么在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是大型的云算软件公司 两家 一家是Snowflake上升 接近20% 是因为盈利看好 另外一家是Salesforce.com 则是出现下降5% 是因为对盈利前景 进行了保守的预估 在道琼斯平均公益者当中 胜幅最好的药算是 波音飞机公司上升3.6% 其中是苹果 微软 摩根大通 以及高顺公司 都是呈现走高 对盈利上升产生一定的 推升动力 到值了30个成分股 只有两只呈现下跌 一个是Salesforce 另外一个是保洁公司 时间长期收益率 在收盘的时候是3.03% 石油价格略微小幅下降 1.93%是93.06% 一统作收 另外黄金小幅反弹 0.54%是1771.00美元 一盎司作收 在周五当然最重要的是 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以上是星期四情况 凤凰一只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二位 crypto财经指数 都是22钱 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美国税务规划中心大学助学金及税务规划专家Michael Chen 于日前在洛杉矶举办大学助学金申请及家庭税务规划说明会 Michael Chen表示 一些民众在大学助学金的申请和家庭税务规划方面还不得要领 在认识上有些误区 不过只要掌握相关要点就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大学助学金最重要的是 申请助学金的时候不是看你们家的全部收入 是看你们家的净收入 不是看你们家的全部的资产 是看你们家的净资产 所以申请助学金的时候 一定按照美国教育部的规定 做好规划 你再去申请保证你能达到最高额的大学助学金 Michael Chen表示 投资成功的四大要素是 要选对正确的投资账户 要保底绝对不能亏钱 要能够指数增长 取钱用钱的时候不交税 他也表示 在投资的实践中运用好这些要素当然不易 需要不断的学习 以及在实践中摸索 根据社会和客户的要求 目前Michael Chen在线上开班 为大家提供学习金融知识和新的创业机会 125美元可以学习9个月 学习内容包括金融 税务 投资和理财知识 凤凰卫视宋程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的关注 凤凰每周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